吕布戴上貂蟬就逃出長安 对吧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讲貂蟬的第二个原型 因为这个时候貂蟬一直都是跟着吕布的 一直到吕布死之前 三国眼印里面都还有貂蟬 吕布死之后 就没有他的消息了 那么第二个原型是什么呢 吕布手下一个部将 叫秦一鹿 本身没有太大的武力 但是他有一个老婆叫杜氏 非常貌美 然后这个杜氏 可能就是貂蟬的另外一个原型 为什么呢 吕布从长安逃出来 也仅仅六年就挂掉了 他先是去投靠袁绍 然后呢 又做过延周末 被曹操打败以后 又去投靠 这个徐周末的刘备 助手小配 然后趁这个刘备啊 去打圆树的时候 然后他就纠战雀巢 把刘备的这个下踢对吧 把他后方给端了 那刘备回来以后 没办法就反过来 又投靠了吕布啊 自己去助手小配这样子 所以这几年时间 刘备跟吕布之间的关系 一开始是祖克 然后又是克祖 混了几年时间 大家都很熟 而这个吕布他手下都 冰州兵马对吧 手下的大将张苗 也是冰州人 跟刘备手下的官二爷关羽 也是冰州山西人 关系很要好 所以关羽在那几年时间 肯定就知道 秦一路的老婆 长得非常美 小配这个地方也好 还是夏皮里面也好 大家都知道 这是第一美人来了 所以后来刘备跟着曹操 一起干吕布 把夏皮重重围困啊 这个时候呢 关羽他就着急了啊 他几次三番跑去 对曹操说 能不能在破城之后 把秦一路的那个老婆 渡市给我啊 你想官二也是多么心高气傲的人 这个时候就这样子 这样子这个低声下去求人 对吧 曹操当即一口答应 但是关羽跑多了几次以后 曹操就疑惑了啊 曹操这个人有一个癖好 喜欢占人妻嘛 那些貌美的都不放过 就以前就之前就占了 张秀的沈申 周氏 还因此差一点死掉啊 呵呵 大将点尾也因此死掉了 因为保护他嘛 这一次又是啊 攻破了这个夏皮 吕布被杀啊 那么曹操先就把秦一路的老婆周氏抓过来 一看 哇 果然是天之国色啊 让人神魂颠倒 那么曹操当即就先把他霸占了 那为小妾 你想一想 关羽得多恨了啊 这个时候我们知道 刘备 刘关章 戈三呢 他们是跟着曹操一起回许昌的 许多 曹操对刘备非常好对吧 经常带着刘备去打猎 关羽呢就作为刘备的护卫 还私下里给刘备说 现在就杀掉此贼啊 其实有一点 类似吕布和董卓之间那种矛盾啊 因为女人 那么当时给刘备制止了 后来因为依照代事件呢 刘备又逃出来 逃出来然后又占据徐州对吧 曹操又把他们跟三给打败了打散 俘虏了 关羽 刘备呢 投靠了 曹操的使对手袁绍 这个时候 曹操就急进去拉拢 关羽 被他爱得不行 把吕布的刺兔马送给他 是吧 然后关羽呢 帮他帮他在关度之战 斩杀了这个袁绍的大将颜良啊 这个时候他就想回到刘备的身边对吧 那么曹操就可能这个时候下重手 把貂蝉的原型就送给关羽对吧 想尽力的挽留他 而貂蝉其实内心是非常倾慕 不过关羽这样子的 当是大英雄的 而且 可能自己也知道 关羽 曾经一心想得到他 对吧 本来呢 两情相悦是一件美事儿 可是关羽可能还是有心存借地 毕竟他是以义为自己的价值观 虽然心目貂蝉之义 是为了除董卓 先跟了董卓和吕布 嫁了二夫呢 但之后毕竟又跟了曹操对吧 他可能还是有点心里过不去 再加上呢 他这种心思 在当初呢 刘备和曹操他们还在一起的时候 有可能被他的大哥刘备训过 说貂蝉这样子的美女 跟我们在一起的吧 会让我们沉溺美色耽误大事儿 而且让我们三兄弟之间关系 对吧 你看看吕布 还有董卓他们之间 就是因为貂蝉这样的美色啊 可能曾经说过关羽 所以他也有点担心 带上貂蝉回去见自己的大哥呢 会被批不好意思 对吧 所以可能呢 他的这种犹豫不决 被貂蝉给看出来了 那么貂蝉啊 就退去衣衫 吹掉蜡烛 柔情蜜意 一晚上 对吧 真正的付出自己 因为董卓那个出老头超汉啊 还有吕布呢 这个人个性肯定是没有什么魅力可言的 所以他可能就是真心全意的 像关羽这样的一个男人去付出自己 但是呢 他已经打定好主意啊 第二天一大早呢 关羽还在熟睡 然后他可能就选择自尽 以正清白了 对吧 这样子去改 是不是显得非常凄美呢 而关羽这个时候呢 也就没有任何的挂念了 对吧 那么就千里走丹际 去回到大哥刘备的身边 而且跟曹操之间 依然是不共戴天 所以貂蝉的这两个原型 我们串一串 反正大家都是改编嘛 演绎嘛 我们也可以做这样子的演绎 把它串起来 就是有可能是王司徒的病女 的确是宫女逃出来 被她保护了啊 角色 然后呢 的确是挑拨吕布 和她依附董卓的关系 先取落吕布 但实际呢 送给董卓 然后吕布呢 又趁这一种便利 董卓睡觉的时候 跟她私通 然后导致两人之间的矛盾 然后董卓被刺杀 然后吕布逃出来以后呢 可能接受别人的建议啊 说你刺杀董卓 天下人会认为你是为了旅人啊 好色 而不是真正为了拯救天下苍生 安邦定国 那吕布这个人 有勇无谋 很容易被这些虚名 说这个哄骗 对吧 他可能就把貂蝉 送给自己一个比较 弱弱的部下 秦一路 让他做秦一路的妻子啊 但实际上呢 秦一路自己也知道啊 到底是怎么回事 反正吕布呢 就表面重用秦一路 经常知他出去 办各种猜事 对吧 包括下匹之围的时候 派他出去 向袁绍搬救兵 反正就这样子出差的事呢 都让他出去 他一出去 他就去跟貂蝉私会 这还有一个佐证 什么佐证呢 就是吕布 他被曹操给抓住呢 是因为被手下的部将出卖 当时吕布还挺不服 说我带这帮人很不薄 为什么要出卖我 曹操就笑了啊 说你带他们不薄 他们一出去打仗 前脚你知道他们出去打仗 后脚你就睡他们的老婆 这叫带而不薄 对吧 他这个意思 所以子的可能就是 去睡秦一路的老婆啊 可能就是貂蝉 这么过来的啊 是不是一下就 串上了 反正曹操也是一个好色鬼嘛 貂蝉最终的结局 有可能 就是先跟了曹操 然后最后一子是跟曹操 也有可能 被曹操送给关羽 但是呢 明星之前 自吻而死 以正清白 对吧 这样的一个 凄美的结局 但是跟这个 陈玉 洛艳 碧月修花 四大古典 美人另外三位 比较起来啦 标禅 就是一个非常正面的形象 对吧 实际上是一个女中豪杰 陈玉 陈玉 对吧 对吧